哈喽,陈老师来了 相信大家在关注台海局势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中国方面是一直都是很强硬 我呢,作为一个大陆人 我是希望中国官方不要以这种战狼的姿态 剑拔弩张 我觉得这样对两岸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好处 我希望两岸人民之间都是保持友好的 当然某些就除外 譬如像小粉红这样 我觉得小粉红啊 与其说是爱国不如是给国家添盗嘛 这样我觉得很多小粉红这种言论 会给我们中国人在国外 会反而背上一些负面的这种情绪 我作为一个大陆人 我是希望我们的国家 中国大陆的官方 我觉得可以适当的温和的方式 去面对这种状况 怎么跟国际社会交往 怎么去发展两岸友好 怎么去发展两岸之间人民的友好的交往 怎么去跟台湾人交流 而不是这种剑拔弩张 OK,你作为你的政治立场没有关系 你可以搁置 你不要把这个一摆出来 你就逼人家承认你是谁的 我觉得台湾人有自己的立场没有错 但是我没有见到台湾人一定要跟你做生意 一定要跟你交朋友的之前 就要你去承认这些东西 台湾是没有的 可能很多台湾观众并不了解什么是战狼外交 接下来放映一段前几天的影像 给大家看看什么叫战狼外交 如果佩洛西众议长访问台湾 中方必将采取坚决应对和有力的反制措施 捍卫自身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至于是什么措施 如果他敢去 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敏感性 以及一旦发生的危险性 我们密切关注佩洛西的行程 如果美方一意孤行 中方必将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 维护中方的主权安全利益 美方必将为其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利益 承担责任付出代价 我们已经表明啊 美方将为其错误行径付出代价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我觉得这种战狼外交 他们的目的是想 以这样不费一兵一族之力 以这种恐吓的手段 可以吓走美国人 这样的话到时候 佩洛西也没有去 我们也没有出兵 我们也没有损失什么东西 这样的话不是双赢吗 可是呢 人家佩洛西就真的去了 佩洛西并在推特上面发文表示 美国愿与台湾站在一起 并且她表示 台湾是一个强大 充满活力的民主国家 是我们印太地区的战略伙伴 言论一出 小粉红的玻璃心又碎一地 佩洛西也与蔡英文进行了会面 总统颁授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特种大受清云勋章 并且这个直播画面在中国的相关社群上遭到不同程度的封锁 有一家电视台进行转播时 忘记给台湾的中华民国国籍马赛克居然被封号了 官方媒体被封号了 这个真是笑死 自己国家的历史自己都不承认 眼看着佩洛西就已经去到台湾了 小粉又开始搞这个意淫活动 并且一张图片在中国的微博上疯传 佩洛西说她被打下来了 在海里面游泳这样子 同时在中国的短影片平台 抖音上面开始疯传这种武统台湾的这种叫嚣 这种民间就自发的这个消费台湾来进行武统 像是小朋友都拿起抖音开始武统台湾 真决心一定 共打台湾 怎么了 你要去打台湾了吗 我不通知不许的 我可以去打台湾了吗 看我 我可以了 我可以消费了 founded 第五个金箱 大概是有没有 小朋友都拿起来 我可以了 这种游泳 我可以在这里 这种东西 我可以了 我可以补养 什么叫打飞机 重点就是打飞机 自己打自己爽 其中就有这报道说 解放军登岛封岛演习 台湾获成最大输家 进行这一系列的经济制裁军事演习之后 在微博上呢 大家都知道台湾人已经吓尿了 对台湾地区暂停天然沙出口的相关的话题上面 就有网友表示 没了天然沙 台湾人民能活到今年年底就不错了 是个动作堪比核弹级别的大杀器 远比武统厉害得多 这才是大国博弈精髓之所在 这个天然沙是什么东西 昨天在影片里我也表示我也不知道 今天呢我就去查证一下 据台湾经济部统计 台湾这两年进口中国天然沙 占台湾天然沙需求总量的0.75% 和0.65%非常的低 如果稍微不环保一点 开采台湾自己 或者是花钱从别国进口 都很容易替代从中国进口的方案 我不知道在制裁什么 制裁了一个寂寞 可能就是制裁给大家看看而已 在对台湾地区暂停天然沙出口 这个相关话题下面 有网友表示 出口 自己用词都这么不谨慎 我们都知道出口这个是一个国家 对另外一个国家之间的贸易王 来叫做出口 那中国跟台湾之间 不是一直说是隶属关系吗 为什么官媒会用出口这个词 总是台独 这些人间接台独是最可恨的 同时也有网友表示 芯片受制于人呢 对自己的手机企业也不利吧 因为中国大陆没有办法制造 像台湾那么好的晶片 所以一直都是向台湾进口的 买台湾的货 买台湾晶片 所以中国大陆很多网民 他不知道台积电是什么东西 他也不了解这些科技 所以在中国的网路上就疯传 要呼吁抵制台湾 抵制台积电 抵制台湾货 相关呼吁抵制台积电的相关的文章 跟贴文全数遭到移除 就是打脸 自家打脸比谁都要快 所以我就想问 小讽你脸打得痛不痛 解放军将展开一系列 针对性军事活动的话题之下 有网友评论到 我就知道不会打下来的 国家要顾全大局 感觉佩洛西离开台湾 就准备收拾台湾了 让我们再次拭目以待吧 相信国家 同时呢 今天的微博热搜上的第一名 解放军明显在演练 全面封锁台岛 也有很多网友表示啊 这个佩洛西这下终于走了 我们可以收拾台湾了 其中有网友表示呢 明年才演练 老妖婆正好走了 她走了 我们才更好打 留老妖婆在台湾 美国会有理由出兵 她走了 我们打是我们的内部问题 她美国出兵帮忙 这是他们干涉我们内政 违反国际法 我们打她也是合理合法的 我是希望两岸之间是一直是和平的 对不管什么原因 我觉得两岸的领导人之间 就是通电话 互相发邮件 写信 等等 OK都可以 这样至少要保持一个联络的管道 不要轻举妄动 不要就是盲目 不要剪拔怒章 一定要克制理性的去处理这样的问题 我相信战争是对于中国大陆 对于台湾 对于两岸人民 都是没有好处的 我不晓得那些叫嚣战争的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水准 什么样的学历 根本不懂战争是什么样的一个定义 战争对你都不好啊 孩子 昨天呢 中国大陆 古日就大跌 这个也是没有打到别人 反而把自己一个回力权打到自己 这个就叫伤人三寸 自损七寸 这个别人没有打伤 自己把自己打残了 中国不会主动发起战争 所以请各位不要发表不良言论 相信国家 尊重国家任何决定 国家为了保护我们 所以不能轻举妄动 非常慎重 我们要相信国家 前几天就说 佩洛西只要敢来 我们就敢把他打下来 这样的相关的报道 今天呢 我发现全部都打不开了 其中来自网易微博的一个文章 搜索搜索得到 但是点进去呢 就说什么 您访问的内容不存在 或者被删除 全部被删除掉了 也是知道很尴尬 在中国的微信上 又开始疯传这样的文章 一定要相信国家 昨夜之后 甚至说 我更相信国家 所以说 不管怎么样的结局 怎么尴尬 他们都有自己的台阶下 在昨天我们看到 对台湾进行经济制裁 有天然沙 今天呢 又新增了一些类目 今天中国暂停台湾地区柑橘类水果等输入大陆 在这个新闻下面呢 就有网友表示 台湾战争其实已经打响了 只不过是贸易战 经济战 这是很多普通人不了解的 专家学者已经表明 经济战是现代战争中最惨烈的 因此台湾不可能承受这种打击 任何国家也不敢和中国打贸易战 懂新闻的可能知道 台湾新闻这是很低调 台湾政府更不敢张扬 说明台湾早就输掉了面子 实际上 这就如同外交部长说的那句话 最终是闹剧一场 台湾是最大输家 自己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笑死 台湾完蛋了 最不想看到的局面全看到了 还来了个大惊喜 经济战将会使 本已不堪一击的台湾经济 迎头一击 相信国家 这次国家已经开始动手了 各种制裁手段 我们也看到了 慢慢来 这次或许就像以前国家说的那样 国家正在下一盘大棋 魔阵了 都魔阵了 新闻说 我们可以打的牌 还有很多 慢慢出牌 拖垮台湾 我们不仅有经济战 必要时 还有贸易战 你这个 国文是像谁学的 经济战跟贸易战有差吗 不都是一个东西吗 经济跟贸易 不就是经济贸易经贸吗 什么叫 我们不仅有经济战 必要时还有贸易战 这种你只要换一个词汇 那你就多了一个战 这个真的文字游戏玩得很厉害 还是说你 还是说你这个文化水准太低了呢 没想到打台湾这么轻而易举 看了几遍报道还是放心的 不用等 直接拖死台湾 报道上说 再拿掉几个台湾邦交国 这样 没有人再承认台湾是国家地位啦 到时候 零邦交 自然法理上站不住脚 所以你现在是承认有邦交代表站得住脚咯 那台湾就是国家地位咯 什么都是在这个间接台读 陈老师还从来没有间接台读过 你们这些人是最可恨的 一个字 格局 中国讲究大局 大国风范 因为台湾也是中国人 这个说的没错 一个字格局 这不是两个字吗 格局是一个字吗 一个字格局 这是两个字吧 所以说小冯现在智商已经低到 连数数都不会了吗 像这样类似的言论太多了 我就不一一举例了 OK 今天影片到这边结束 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帮我按赞 开启小铃铛 你也可以透过加入频道会员 以及影片下方的超级感谢 来赞助我的频道 谢谢拜拜